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美丽的高山 亮丽的河流 还有热情的人们 在国外读书游历的过程中 我从没忘记 旅行对我而言 它是工作 也是我的专业 习以为常的出国 如今却成了渴望 2021年 我与旅行长公投间 行走的百科全书 谢哲卿两位大哥 决定组成铁三角 重新旅行台湾 在决定重新旅行台湾后 我们才发现台湾 还是有许多地方 我们没有探访过 这一趟的旅行 当然要选择适合我们三人 漫游体验与走路历史的地方 找出各自想去的地方 或想完成的情愿 组成一条独一无二的铁三角旅游行程 现在就跟着我们出发了 这几年我在台湾各地探访很多返乡青年 我们这个满青年短正 今天上这一家 迷系农村上菜的餐桌 太精彩了 真的真的 被称为台湾农业首都的云林 实际上呢 这里有许多得天图厚的 人文跟地理条件 这次哲卿带了他们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探访一下 这边当地人的生活 除了有浓厚的人情味之外 又续一顿顿意想不到的生活体验 忍得大家 说到苗栗这座城市呢 对我来说既熟悉 又感觉上有那么一点点陌生 那我们说到这个苗栗 我们知道说 它有很多的小山 有很多丘陵 它有很多非常迷人的山城 我刚刚一开始还想说 我还想说这个水都互通 我们就分享平时的十张水 除了好山好水之外 有许许多多的故事 等待了我们去发现 这回带上两位哥 我们就一块来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男人的浪漫